任何情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,恋爱中总会遇到各种摩擦,有些女性在面对挫折或摩擦时,慌了手脚,有些姑娘就能从容应对,清楚如何跨越,让爱情更上一层楼。 亲密感降低,亲密感降低,源自于交往时间长了,双方已经缺少新鲜感,不再有恋爱的激情,这是一种正常的恋爱现象,任何感情都会经过这个阶段,一段完整的情感,都会经过,热恋期,磨合期,平淡期,但在情感的磨合期,你需要格外关注。 这个期间虽然男女双方都会产生厌倦和逃避的心态,但正是此刻的心态,往往直接决定着未来你们情感的走向,亲密度降低,若只是觉得正常,甚至觉得理所应当,不愿意面对,只是把其当成恋爱的必经之路,那可能一段感情也会就此打住。 除了彼此之间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摩擦,还会自此对这段恋爱丧失掉应有的热情,还是情感,笔触双方。 这段爱情的寿命也不会太长,面对亲密感降低,纵然你也清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但也要勇于面对。 承认现在你们的感情已不再是热恋期,任何小摩擦都可以无视,可现在是情感生死攸关的地步。 你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都直接决定着你们爱情的走向,拒绝逢场作戏,拒绝应付,拉着它和你一起面对一个个的问题。 在这个期间,做好沟通,时刻提醒自己,要学会各退一步,但对于问题绝不放过,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,才能让彼此感情更进一步。 走向稳定期,话题越来越少越深入接触,反而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了。 现在的你,有没有这种感受? 刚开始相恋的那段日子,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,每天都聊个通宵,但随着接触越深,彼此知道的越多,反而没什么话题了。 两人一在一起,只剩下大眼瞪小眼,或者各玩各的,偶尔,嗯,嗯,一两句。 在这里,首先需要强调一个话题,两人能彼此吸引,可以走到一起的伴侣。 状态是这样的,不知道说什么,刚接触,无话不说,暧昧期和热恋期,无话题,尴尬期,话题多了起来,稳定期。 不说话一个眼神就懂,平淡期,目前你处于的状态,就是无话题的尴尬期。 热恋期对于彼此的好奇心减少到冰点,不清楚还要说什么,还能说什么,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。 同样需要两人联动起来,彼此攜手共进。 当然,若是此刻男生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还需要你主动起来,比如,寻找属于你们的共同话题。 若实在没有太多的话题,也并不是没有解决对策。 找你们相同的兴趣爱好,或培养彼此的协作,比如一起做饭,你主刀,趴打下手,其乐融融。 个人原因爱情的道路上,很容易忽视掉的一个路障,来自于个人原因。 即使感情很完美,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完美的个人,人的原因都会给情感带来摩擦。 比如,忙碌时习惯性地忽略掉感情,两人情绪化时,不愿意沟通。 最合适的处理方法,就是求同存异,你可以有你的性格,但我也得有我自己的小性子,你可以用你的想法,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我的观念。 求同存异,即使存在不认可的,但只要不影响你们的情感,就选择宽容吧。